截至4月6日,全球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首次超過10萬宗,屡計超過120萬宗。 其中美國337,310宗,西班牙131,646宗,意大利128,948宗,中國8305宗。 針對中國是否限制醫療材料出口問題。 商務部回答,我們願在做好國內預防和控制的基礎上,力所能托地向有關國家和地區提供支持和協助。 此外,將嚴格控制出口醫療用品的品質,並保持中國製造的形象。 誰行發表道歉聲明,涉嫌財務欺詐的高管和員工已被停職調查,並將繼續正常運作。 對於這種涉嫌財務欺詐,誰行咖啡在這裏向公眾表示誠致協議。 在美國,每天死亡人數增加超過1200,並且增長率達到了新高。 美軍醫療艦有效性受到質疑,除了嚴格禁止新感染者登上船外。 美國海軍還拒絕治療患有49種其他特定健康狀況的患者。 而因疫情步伐,寫信投座被解僱的羅斯福上位,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情陽性。 。 。